因为呢 柯文哲在台北市长的任内 他处理金华城的案子呢 将土地容积率提高到840% 遭到检举是徒例 而台北地检署呢 是首度呢 以被告的身份传唤了 时任都市计划委员会召集人的 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正生到案说明 在讯后呢 命令他限制住居 还有出境出海 检方在今天又再度指挥廉政署 首度呢 用正人的身份 约谈的当时这是大地主了 神秘的大地主 那么当时的这个参与呢 都委会审议委员陈春彤两人作证 要厘清这个放宽的容积率的决策 还有是不是柯文哲有交办呢 好 我们来看到时事评论员陈辉文就认为说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 不是在骂检察官啊 没有用的 是要真的被北检传唤 也有可能被限制出境 所以建议柯文哲赶快放下自身的情绪 要聘请坚强的律师团 来做研究对策了 现在要面对是整个司法的大场面了 另外呢 还有就是呢 监察院呢 查这个政治现金 发现这个逆报的未登重罚 是120万元 前幕僚吴静怡就认为说 为什么会计师要帮民众党申报 做调节呢 答案就是因为现在竞选账户 剩下的金额 必须要跟你报出去的金额要对等 也就是说你金额的本身支出就有一个极大的缺陷 问的重点就是四个字 钱 不过五个字 钱都去哪里了 重点就是在这里 另外呢 还有资深媒体人陈敏凤 他接受专访的时候也认为 这个疑似的政治先进的遗云 包含的申报不实 未造文书 这些都算是小罪 对于柯文哲来说 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彭正胜的这一出了 他预言呢 柯文哲也会在日后甩过一样 甩这个端木正一样的 用同样的方式会来抹黑彭正胜 好 我们看到呢 现在整个的事件呢 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扩大 那民众党呢 将责任都推给了会计师 但是遭到打脸 柯文哲强调说 绝对不是乌钱 是乌龙 但是呢 这个申理文就 掀出了有三大的疑点 另外就是呢 金华城这个土利案子 我们刚刚提到的 彭正生呢 是已经被限制出境了 所以外界预估 这恐怕才是真正会影响到 柯文哲的深水炸弹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曝政治献金 申报不实 做假账 民众党火力全开 说是会计制的错 民众党强调有17笔账 错报落报 共1817万 是会计师端木正便已行事 自行调节到时乐 你要还木可三间公司 但端木正发声名打脸 强调一切都依法处理 还是欢迎检调来查 我们直接叫律师告他就好了 各界刨出三大疑点 执疑会计师事务所 怎么可能连17笔账据都来不及登记 报假账到底是谁之事 木可公司是不是柯文哲的私人公司 如果没问题 为何突然宣布清算关门 停客阵营和其他人士 对民众党全推给会计师 看罚两级 怎么可能会有任何一个 合格的会计师跟会计师事务所 因为最后一刻 我来不及交卷 所以我乱写 这个你自己听了 不会觉得很好笑吗 他的执照是有可能会被吊销 他是有可能会负刑责的 他有必要吗 他疯了吗 但柯文哲的最大麻烦恐怕还不止这桩 北市精华城岸土地容积率从560%提高到840%被质疑图力 前副市长彭正生 征讯两小时后马上被限制出境 法界评估下一个传唤的就是柯文哲 严重的是被限制出境 很显然检方认为你的嫌疑非常大 副市长列被告 副市长可以便宜行事不经过市长的同意吗 柯文哲他脱不了身 早晚去传唤你 从甲章鱼云到金华城岸 深陷风暴中心的柯文哲想要脱身 这一时半刻恐怕还很难 就先用陈珍采访报道 司法大戏不只是白银而已 来看到连绿营现在也是有 而且从中是不是有双标呢 前立委高家瑜的前男友林秉书 三年前遭报利用的特权施打新冠疫苗 但是呢他却反告吹哨者们违反各自法 如今包含了立委陈金辉在内的三个人 一审遭到判刑三个月到五个月 来人就痛批了像是林秉书 这样子靠着关系吃香喝辣 如果不揭发 以后谁又敢跟特权挑战 同时也喊话下一个会期 绝对会力推揭蔽者保护吧 三年前新冠疫情全球肆虐 花园民众为了强大残疾 以跑百米的速度奋力望迁冲 惨衰的这个画面历历在目 讽刺的是同年12月 前立委高家瑜的前男友林秉书 遭媒体人爆料 疑似偷打特权疫苗 剖出他的施打记录 结果林秉书却反告吹哨者 违反各自法 我想要跟议员动出 被起诉的三人 包括台北联谊内湖门诊部主任 侯军颖 以及有副产科背景的 现任国民党立委陈金辉 还有资深媒体人朱凯翔 为服部调查发现 侯军颖先翻拍了联谊系统 传给了陈金辉 最后外流给朱凯翔 透过粉砖大爆料 最近判决出炉 三人一审分别被判 三个月及五个月 蓝营纳闷为了公共利益 揭蔽的吹哨者为何反而有罪 大家都没有疫苗可以打 陈金辉发声明强调 当初完全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要揭发违法施打疫苗 没有各自法所称的 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 或者恶意损害他人利益的范益 而且施打的记录 只有林秉书施打时间 医院及厂牌 并没有其他有关医疗 或者健检的个资 以当时情况绝非个人隐私 现在蓝营也将吹哨者保护法草案 列为优先法案 要在下个会期委员会排审 民众党团更喊话要尽速完成立法 接避者保护法 是对国人的承诺 也是对国人的保障 当然如何面对草案的公私分流 这是我们要谨慎评估处理 在野党生生患 行政员应该提出相对应的版本 别再借故拖延 措施保护每个勇敢吹哨者的机会 谢谢黄英俊 李俊英台报道 发言人吴亦轩在刚刚透露 稍早党中央委员会开会 黄珊珊已经请辞的党职 而另外财务长李文宗 黄珊珊端木正已经移送到中平会 并且在稍后在监校的三点中会地状 完成提告端木正的事宜 刚刚有进行中央委员会 那在中央委员会上面有针对这一次 政策宪金案的案件出问题的事情 有进行讨论 那黄珊珊委员呢 也在中央委员会上面主动请辞党职 黄珊珊委员主动请辞党职 然后再来因为相关的这个党员出现的这些争议 也将会议现场呢 也将李文宗 黄珊珊跟端木正 移送中平会议处 那中平会会在最快的时间之内 来开会决定陈储的内容 那另外我们也要跟各位说 因为今天早上搜索的关系 延后了我们在早上提告的这个程序 那今天下午三点钟 我们还是会继续到地检署来地状 那律师现在正在准备资料当中 不是党职的意思是不分虚立委员 不是党职的意思是中央委员 对 还有吗 党部没有 只有台拨 对只有台拨 呃 柯主席赞同这件事 对 文娟被带走之外 还有哪位人员有被带走 这部分我们 我一直在党部这边处理 所以我不在现场还不太清楚 请问一下 被搜查的部分是只有牧科 还是连科之前的竞选办公室 那些也有被搜索的 这个部分其实我不太清楚 但是据了解主席办公室也有被搜索的 对 因为传说端木镇八点的时候会到北间 那主席这边晚就晚间 那主席今天有被检掉约堂吗 没有他刚刚到现在还在跟我们开会中 但因为刚才徐府在那边说法是说科办没有被搜索 那这部分你们到底有没有被搜索 我记得是主席办公室是有人进去的 对 主席个人的办公室有没有进去叫科办 竞选办公室 竞选办公室现在已经没有了 对对对 所以说应该是说主席办公室是有被要求要进去 对 下午是要发党人信内容是会展现的 主要还是因为在近期这个纷争跟纷扰 那我们也希望说不要让党员朋友们担心 所以在近期的这些争议 主席也会希望能够透过党员信 来跟这些支持者们好好的沟通说明清楚 那刚刚有说就是现在要请辞这个党局 那主席这边是赞同那他有未留吗 其实在这个专案委员会上 其实很多人都有各自表达意见 非常多的专案委员对于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有各自表达论述 那主席当然也有表达他的看法 那最后黄山委员是主动的请辞当局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会协会认证高品质的 库拉索颅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蘆会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蘆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层你的KS Blue Your Care Ki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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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 Your Care